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各位跑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本週的賽事爆麻仔 我是朱卡 第一場要分享的賽事是 新北市公安盃路跑賽 這場它的簡章還沒有出來 但是它是下禮拜一開爆 我怕漏掉了 在去年的活動它是有3K跟10K 分別是150元跟300元 而且它300元還含運費耶 真的太佛心了 雖然它的賽事最長只有10K 可是10K的部分竟然有5個補給站 還蠻貼心的大家不會口渴 這場呢算是一場小而美的賽事 然後它有提倡環保 希望大家可以帶著自己的環保杯 不提供塑膠杯 雖然就是很便宜 但是它還是一樣有獎牌 現場也會有證書 算是就是CP值非常高的賽事 另外因為它是勞工局主辦的 所以其實你在跑的時候 其實會有一些跑友是外籍勞工 就會聽到一些不一樣的口音 會覺得還蠻新鮮的 整體的規劃都還蠻不錯的 雖然是假日的時候你會出來練練跑 然後收費也不會太貴 推薦給大家囉 那第二場呢是 白河萬里長城半城馬拉松 萬里長城是要到大陸去嗎 沒有 其實它比賽的地點是在 台南白河的萬里長城主題館 那個地方我也沒去過 然後我看照片覺得還蠻妙 它看起來有點像是中影文化城 可能有的人現在也不知道 中影文化城是什麼地方 時代的眼淚 因為最長距離是半馬 再來是10K跟5K 半馬只要700元 10K跟5K都是600元 那這樣跑半馬比較划算啊 報名費用還含了這個主題館的門票錢 門票是要299 你就是去跑了這場賽事之後 還可以進去走一走逛一逛 另外呢它的半手禮還蠻多 就除了賽事體啊毛巾啊 還有提供馬卡龍單層保溫提鍋 還有台灣百大小吃的嘉義福原肉粽 如果你是跑半馬的話那個肉粽還有兩顆 欸我有點眼睛一亮是看到它的獎牌 是那個兵馬俑的獎牌 因為它館內是有100多尊的那個兵馬俑 喜歡一些古場景的跑友呢 就可以去走一走囉 那第三場要介紹的是很多 跑友喜歡的海外賽事 就是那爸馬拉松 那爸馬拉松呢 今年來到第35年 跑友的評價都還蠻高的 然後去年到4.6分很高 因為海外賽事的話 大家比較不會去打分數 可是那爸馬比較特別 就好像跑過跑友都會回來打分數 這場的主題呢 它是太陽 藍天 還有跑者的盛宴 這場賽事通常都是陽光普照 不過去年真的溫度比較高 那這場馬拉松呢 就是跟沖繩馬拉松是不一樣的 它舉辦的地點是在沖繩本島的南部 最有名的就是它的關門秀 時間一到它就會有真的有鐵門關門 然後很多人就是那個一瞬間要衝進去 它衝進去的話你就成功 有的人就被瞬間就被卡在門外 每年看到那個關門秀都覺得 光關門秀很精彩 可是如果我是門外那個人就覺得很傷心 它的關門時間是6小時15分 去年有跑過的跑友說 就是你要跑這場的話 山路還是要稍微練一下的 它沿途的加油聲非常熱情 補給也非常好 沿途都會有美食 另外它的交通管制也非常完善 所以是一場非常成熟的賽事 想要享受那爸的熱情 就可以選擇這一場囉 以上是本週的賽事爆麻仔 那我們下週再見囉 拜拜 有機會看到你們穿Bikini去跑 哦當然是不會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